感谢您再次收看 真正懂得洗盘片线 真正能够带你度过 全市场都没有看清楚的 所谓杀低风险的尽责解盘 各位注意啊 今天来第一件事 先跟所有朋友报告 在我们节目当中 各位看北韩这样子下来 您看清楚了 在我们节目当中 那么您所看到的个股 都是这种超高速 甚至是超光速 成长性质的产业 所以在北韩的风暴当中 第一个产业面最重要 能够抗跌将来就能够光药科 涨停板恭喜 所以呢亲爱的投资朋友 等一下在我节目当中 如果你是刚刚了解超高速产业的 那请你可以加入我们的line 如果你已经看了一段时间了 我先告诉你哦 请你赶快把握住机会跟上我 因为接下来每一个VCR 前面的前行提要 接下来每一个 不管是我用DVD 或是我用A4子 所跟各位所做的这些paper里面 所做的每一寸都叫做证据 今天呢光药科是昨天 尾盘64块买的千真万确 你可以问我所有朋友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 有些朋友可能现在还搞不是很清楚了 但是我现在只能告诉你一句话 北韩跟美国 看起来是不会打啦 而且呢 每一次啊只要两边都把核子弹拿出来 你听起来很恐怖对不对 我告诉你啊谁敢丢啊 你以前在伊朗的时候 是不是两边都把核子弹拿出来 美国跟伊朗都把核子弹拿出来 然后就坐下来谈了 所以现在的战争是 大家把武器拿出来之后坐下来谈 所以从现在开始 你应该会看到北韩跟美国 坐下来谈的新闻 所以美国股市昨天晚上就大涨了 你说老师前因后果我现在听到了 但是我先告诉你啊 不用等到现在听到啊 昨天我在节目当中 有没有告诉你说台湾股市 其实昨天就已经感受到说 亚洲股市先行知道了 北韩态度软化先涨上来 南韩是不跌的呢 韩国最近是不跌的呢 昨天录影的时间是两点多 到了晚上八点 我去上非凡股市现场 我相信这个频道 有这个资格上非凡股市现场的人并不多 我又再次跟你强调 那么欧洲跟美国涨上来 台湾昨天这根黑黑棒 叫做片线 叫做洗盘 各位知道吗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啊 我们昨天有没有跟你讲说 空头开心一天就好 而且我事前就给你看出来 好像名侦探柯南你说对不对啊 股票市场难不是难说这边跌下来 现在很多分析师昨天都说 昨天跌下来今天就要往下跌了 难是难在跌下来的过程当中 看出来这个跌是假的 我说北韩是卸药啊 北韩不是基本面 卸药什么意思啊 将来会恢复健康啊 所以我先再次给你预告了哦 这明天要剪的哦 也许后面一段时间要剪哦 从今天开始多头会天天开心哦 但是我会先讲一句话 昨天空头开心之后 今天会反转 不是用反弹形容啊 亲爱的投资朋友 接下来就是你见证黄敬哲 给你看到看盘奇迹的时刻了 其实不是奇迹 导播先给我一下 这东西叫做什么洗盘片线 全市场上面只有一个分析师 把洗盘片线还做成教材来教你 什么情况呢 来咱们来看昨天的VCR请 请各位留意下架 真的做空的人 今天开心一天就好了 请各位留意上海股市 现在目前录影时间啊 很多时候还没准备好啊 包含VCR 所以我们等第二段再播啊 那包含南韩包含恒生指数啊 都是大涨的一个局面哦 日本不能算因为有日币的因素啊 所以你先看清楚啊 上海南韩恒生指数都大涨 通常啊亚洲股市大涨啊 台湾股市突然间出现这样的一个拉回 或突然出现这样一个下跌啊 而且呢请你注意啊 全脂股好像没什么动作啊 全脂股好像没什么动作的状况之下啊 这种东西难道你没看过吗 你会不会觉得啊 这支是比较高了啊 其实我有当中成功了 我礼拜五买 你今天把它卖掉然后杀下来 你会不会觉得这种过程当中 很像是有人高出之后低劲啊 亲爱的投资朋友 你看一下 是不是超高速成长的个股呢 才有可能在今天马上又攻上掌停板 昨天有人多少高出 什么什么啊 这量太多了 我告诉你一件事啊 黄敬哲的看法 永远和别人不一样 而且我今天来我先讲一件事情 为什么我一直反对软体啊 还有什么机器人啊 还有什么系统啊 我告诉你一件事啊 洗盘片线就是把所有的软体 通通给他杀下去 软体啊还有一些不会看 只会看黑的就卖掉的那些分析 其实昨天全部杀到最低点去了 可是你没有想过 我的家族成员 每一个都可以见证 我们昨天在第一档最后一盘 才进第一档股票 3428光耀科今天率先攻上掌停板 为什么这么多光 我又选了一个最会掌停板的光 你说老师 隔壁老师都是骗人的 真的还假的啊 等一下你会看到 我在股市现场这么大的节目 也告诉你了 我相信应该有很多人看到 我说光耀科这次的毛利是所有光里面 除了大力光以外最高的 所以我们等一下再来看一看 亲爱的投资朋友 来再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你觉得这样好不好由你决定啊 如果这样你还不参加的话 我坦白跟你说一件事情 你不要去参加任何其他分析师 投顾分析师的团队 我敢保证 如果能做到像我这样子的话 至少在光学股里面 我不敢说全世界 至少在光学股里面 我敢说我是第一名啊 谁能够带你连一光 出在几乎最高点 53块7到53块8的位置啊 而且各位看到没有 说43块就带你进场了 还连续进场了两次啊 而且出掉之后呢 连先进光一起出掉 等一下我们再来讲 谁能带你 在先进光刚刚还没起涨的时候 就带你进场 而且有没有告诉你说 如果回到这个缺口 你要小心说它不见得会跌啊 昨天节目也有讲 我没有办法一直剪下去啊 包含昨天讲洗盘片线 我没办法一直剪下去啊 亲爱的投资朋友 然后一换股票的时候 马上让你立刻来做一个见证了 8月14号各位来看一下 XXXX周五不出手 周五涨停满不出手嘛 就是等拉回啊 为什么周五涨停满不出手光耀科 因为开太高了啊 我知道他一定会拉回啊 然后64块1开始向下 买 可不可以看到没有 是不是3428的光耀科 没有错吧 亲爱的投资朋友 再看一下 我又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提示了 我说请你注意 它的毛利突然之间从32暴涨到42.96 哇 同业名列前茅 答案是不是3428的光耀科 这些都在昨天的节目里面 你亲眼见到哦 各位看到没有啊 恭喜全部会员 先早上先讲哦 光耀科反转续报哦 到后面恭喜已经再次所上涨停满了 你还要吗 你还要我继续讲下去吗 我们还有客人去当充这个 新剧科 当充啊 转起来 先当充再说啊 各位看到没有 这是我昨天告诉你的片线啊 踢马腿啊 你想想看 光这三个光就好 我几乎都没办法一个一个回顾啦 谁真的在联谊光打完底部之后 第一个跟你说的 我说联谊光他配息配1块2 那么亚光涨上去了 咱们就来做联谊光嘛 因为配息亚光只配1块 所以做股票要比较 向上比 现在联谊光往亚光方面向上比 比到多少都是你的 比到多少都是你的 期待投资朋友 比到多少都是你的 然后我跟你说请你注意 先进光他的毛利来到33% 亚光的毛利只有20% 那么先进光毛利比亚光更好 然后结果隔天呢 马上胸目单季获利0.63 然后跳空涨停一路跳空涨停 而且既然前面是跳空涨停的话 我告诉你说请你注意 跳空涨停的第一次打下来 还会再往上涨一波啊 然后换到3428的光尿科 尤其是在昨天风雨飘摇的一刻 以上所讲的三个光 哪一个光没做到 再加第四个光 哪一个光我没有做到 我们买进卖出的价位的话 每一个客人都买得到 都卖得掉 我立刻下台一鞠躬 给你1000万没问题 你看哪个分析师敢笑我这么讲 我这样子讲了 你要不要直接来跟 如果我这样讲你还不跟的话 我觉得你节目不要看了 我觉得我在这边讲我也累啊 同不同意啊 这不是 你以为说老师这是节目 这是钱啊 我干脆告诉你啊 还有人说光不会涨 没关系嘛 比特币不会涨啦 而且比特币要崩盘啦 比特币要崩盘啦 尽量崩盘没关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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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回来还会反弹呢 我跟你说苹果啊 要创新高啊 他就乖乖创新高啊 苹果创新高的话 你认为台湾股市会怎么样 会跟着北韩一起掉下来 我说请你注意一下下 特斯拉啊 岛型反转啊 等一下我们第二阶段再来讲特斯拉 你管我卖在哪一根 这根这根这根通通都赚钱啊 我们等一下来介绍一下 什么叫做这种 在这里喔 等一下来看看吧 这叫什么 这叫钱啊 要不要跟由你做决定啊 你不想赚 很多人想赚 连我自己都想赚 我只能讲到这样子了 所以你自己听得懂 我就这么告诉各位一件事啊 那么当然了还有这个洗盘片线的DVD啊 如果你真的想学的话 我可以先让你看这个DVD也没关系啊 不过我坦白说一件事 我不教你的话 连分析师都看不懂昨天的盘 欢迎你想尽办法跟上静哲 这后面精彩的还很多 能够赚的钱还更多 请你想办法赶快跟上来 在前进的过程中 你们始终都在 改革就像一场马拉松 有很多困难 但我们不会停下脚步 You can try to fly 我们一起努力 创造美好的未来 一起前进吧 城东的户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户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代进一定代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代进一定代出 城东斗户拥有股票 期货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股往福利 城东斗户值得托付 02752 5868 台北股市的多头循环到现在绝对还没走完 各位来看一下 陽明到目前为止 第二季还赔0.77元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那么2603的长龙 这段时间其实你看过去都是赔钱的 终于开始赚钱了 那么为什么船运股能赚钱呢 船运股赚钱当然是有人要买有人要卖 才会有船来运东西嘛 所以景气到现在才刚开始正式循环 你说老师啊 我听说台积电不晓得涨到哪边去了 我听说大立光不晓得涨到哪边去了 我告诉你一件事啊 景气循环的过程当中 有人比较快 但不代表那个比较慢的 他就不会循环 但不代表那个比较慢的 他的转机就不会来 这样你懂我的意思了没有 当你真的景气开始慢慢的好转 有些人硬要拗说景气不好 我必须要这么讲一件事啦 如果你自己不努力 景气永远不会好 郭台铭讲的非常重要啊 郭台铭哪一个景气不好 他每天景气都很好 黄敬哲每天景气都很好 昨天空开心一天了 今天多头开心啊 你跟着我做3662的先进光 跟着我做3441的连一光 两个把它卖掉之后 换3428的光耀科 然后又涨停满 你的景气就很好啊 你今天空那两个光 一空被嘎了 然后又空光耀科又被嘎了 又空亚光又被嘎了 还是买个股票 你就给它追高之后煞滴啊 大家涨上来了 我动不了 我给它买一下 结果昨天把它卖掉 好好先进光你也可以做到输钱啊 很多人专门追高沙地 真的好好先进光你也做到输钱啊 没有错啊 我跟你说 6244的茂迪这种 你用看也都知道好不好 他一直往下跌 那川普又看不好太阳能 你跑去坐 我真的觉得也是不想要怎么形容 融资这么高了 那你当然每天都 都景气不好啊 当然了有一天会轮到他了 但是说不定还要两年 你说怎么办呢 轮到他的时候你又砍到最低点去啊 所以你看到没有啊 往往这种股票突然之间跌下来的时候 往往大盘突然之间跌下来的时候 请你注意啊 大盘突然之间跌下来 而且是因为消息面跌下来的 像不像 大盘差不多现在等于在这里 结果我跟你说 请你注意哦 苹果本益比15倍当然不算高了 果然创新高哦 苹果会跌下来之后再创新高 听说台湾不是一颗苹果跟我们连结的最紧密吗 台湾第二招叫做什么 靠泰斯拉嘛 苹果一个缺口之后倒行反转 亲爱的投资朋友 泰斯拉一个缺口会不会倒行反转 价钱不一样 泰斯拉300多 它140几块 先不要管泰斯拉倒不倒行 泰斯拉有啦 已经开始倒行了 亲爱的投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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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我的节目叫做超高速产业团队 很多朋友对于这些所谓科技都不好好去研究 您知道吗 泰斯拉最近在内湖的总部 我已经去参观过了 我是第一批被受邀的贵宾 我就常常讲一句话 你去参加那些 搞不好比你还穷的分析师有什么用 他这种大场面都没见识过 啊杀下来 啊那个金正恩要打过来了 没见过大场面 啊那个连利官赶快追 没见过大场面 做股票你要有规划 你知道吗 亲爱的投资朋友 他说充20分钟可以开270公里 充20分钟这个电池是一半多一点宝 各位知道吗 泰斯拉为什么会这么强 一般的所有的电池啊 你充饱了只能开200公里啊 泰斯拉充饱了可以开462公里 他充20分钟就可以开你一台电池 所以他这270公里是说 我只要20分钟就比全世界所有的电动车更好 你在那边充了8个小时还开不到200公里 所以现在第二名是欧洲跟中国大陆的团队啊 就算充饱了只能开200公里啊 你说泰斯拉强不强 而且我告诉你一件事啊 泰斯拉充电一分钟可以跑12公里 连现在比亚迪哦 都是巴菲特支持的哦 巴菲特不是支持比亚迪吗 你知道吗 还有欧洲啊 B&W跟双B啊 还包含我开的Porsche啊 亲爱的投资朋友您知道吗 他们的充电技术 那么不要说他们一分钟可以充 三分钟充12公里 他三分钟只能充2公里啊 差六倍啊 你说泰斯拉厉不厉害 为什么泰斯拉这么红 你是要买一台充20分钟可以跑270公里 还是要充8个小时可以跑200公里 你今天跑了明天要去高雄睡一觉再上来哦 不要讲更烂的啦 是要说20分钟充得很快就可以这样子 还是要充了半天 一分钟只能充 一分钟可以充12公里 一分钟可以充3公里的 四倍技术耶 所以我跟你说 请你注意一下一下 有些事情你一定要懂啊 当你想到说核子大战的时候 你叫它丢啊 丢北韩的 核子弹丢下去 广岛死17万人 一个不剩耶 猪丫狗猫全部死掉耶 它丢过来也是全部死掉耶 你以为谁敢丢啊 把这张照片换成伊朗当年的独裁者 何梅尼 或是各位把它换成所谓 当时的格达费啊 也没有人敢丢啊 所以现在的战争就是 两个人拿出核子弹之后 大家就坐下来谈 是不是一样的道理 北韩是解号而已啊 它不是真的一个啊 倒行反转啊 人家美国已经倒行反转 我们漫一天 所以绝对有保障 漫一天最好 漫一天大家都来得及买 你不要看说 你不要看我们 你先看看 废船办到底这样 哎呦恐怖哦 我们死的哦 没急啊 你们老师都是这样嘛 美国也杀台湾 结果呢 今天就全部搞了啊 那你就算你要放空 你不要去放空这个超高速的嘛 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都已经介绍给你空了 你还不去空 我都介绍给你空了 你都不去空 我已经跟你公开讲说 今年我还没有去动它 但是它没有空单 昨天就是因为这三只股票 杀下来的时候 大家动不了嘛 没错吧 超高速成长团队嘛 对不对 亲爱的投资朋友 这些都可以让你见证啊 这些都可以让你见证啊 啊 3227啊 刚好可以这样子看你 还刚好四个字没遮到 是不是从这边杀下来啊 是不是这边又弹起来啊 我昨天 弹起来的时候再把它卖掉 六块钱啊 结果今天还是涨停板 代表怎样 我卖出去的股票都还涨停啊 你大力光你卖卖看嘛 后半年前半年两倍 红海你卖卖看嘛 华通你卖卖看嘛 我真的不好意思讲 有些个股 你真的不能这样子乱卖一通啊 苹果里面你把它筛选一下 我看这两天喔 光耀科礼拜五买涨停板 昨天杀下来那个人最后悔 如果你是礼拜五买涨停板 昨天杀下来你一定要来找我 你一定要来找我 跟我讲一次 我一定要来找黄敬哲 如果我光耀科追涨停板 然后又杀跌停的话 他EPS一直在成长耶 我就跟你说一定有你不知道的事情啊 为什么我这次又选了光耀科 为什么光耀科现在又上去 为什么你今天选其他的 你说老师那不然这样好了 我省一点钱啊 3362先进光 我再买买看 前面人家赚的时候你不赚 哎哟老师我好久都没赚到钱了 昨天还有人打电话我说 老师我雅光没赚到钱 我说你是在那里看什么没赚钱 你说真的啊 从这里啊 96块4买的啊 看到别人赚钱难道你不觉得 你竟然是追求超高速的这种股票了 还好你买雅光啊 反正现在刚好是在限制交易啊 不然昨天跌停板的时候你一定杀 各位放心 再好的股票涨三支我们都会做下车的准备 下车如果觉得说更强我们就保留 如果这个稍微转弱了咱们就给它下车 我下车我现在公开告诉你 我只有下车下得早 绝对没有下车不好的 目前为止由于我们在超高光速的成长产业里面 我们到今天为止还两档啊 你问我会员朋友啊 你说老师为什么两档 因为今天又买一档不行吗 昨天掌停板呢今天早上没事干呢再去买一档嘛 不对吗 追求最大效率短中线 我问你一件事 我只问你一句话就好了 只问你一句话就好了 昨天那种风雨飘摇的状况之下 谁能够在64块帮你买进尾盘的光耀科 今天让你锁定是不是最强的 这档你非买不可了 不要再跟我吵了 这档你真的非买不可了 而且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景气循环总会有轮到它的时候啊 况且你不要以说老师啊 真的吗真的吗 电子股也会有轮到的时候啊 哎哟他高档跌下来呢 我告诉你 景气循环总会有轮到它的时候啊 你不要老师每天看大立光 我告诉你一件事 大立光我还是建议继续买 大立光建议我继续买 我快哭出来了 我连郁金光都建议你继续抱没问题 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 你要更快赚钱的话就在这里了 你要更快赚钱就在这里了 因为低档弹上来的 尤其是你景气循环就像郁金光 刚刚那个五十六块那个看到没有 一百零五块那个上来的时候 五十六块我讲错了 五十六块是那个啊 是民国九十九年的事啊 你看 这种你看当时大立光涨上去了 五十六块的郁金光有没有涨上来 你看 欢迎你想尽办法把所有的思想全部摆好 这些就是超高速成长产业 你要有多头的中心思想 就能够掌握住每一个重要的转折 今天该跟上来的 全部请你打电话进来 因为静哲真的能够帮你 整个节目已经可以完全证明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盛平估并自负投资风险